上海拥有20条地铁运营线路 400多座地铁站 通过这个总理程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 你将去往哪里 可以戴上我吗 要打扰一下 请问一下你是哪站下车 我在南沿江路 宜山路 东方体育中心 沈渡公路 今天去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我到博物书城那里去 它就是一个书店五层 今天大概就是吃个饭 然后可能去唱歌 去我一个朋友家 因为他给我带着演家 像特产我去了 我准备去那个少驾楼 吃一下很有名的汤包 专门坐地铁去吃汤包 从杭州来 就有朋友跟我说 你来上海一定要去吃那家汤包 从杭州来吃一个汤包 是的 这么好吃的汤包 能不能带我去一起体验一下 行 咱一会儿去 小庞从杭州来 让我不禁好奇 什么汤包这么有魅力 我好多好多朋友 他们都是专程赶过来吃 大家都愿意走这么远的路 去吃这家汤包 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就是绍娇老虎 对 今天特意来得很早很早 就是因为待会儿来晚了 要排队 生意特别好 清早的古镇 还没从梦中醒来 但乌有仙的汤包店里 已经坐着客人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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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不大 但满墙的照片已经告诉我 这家店又多受欢迎了 弟弟妹妹 你们好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对 第一次来 我告诉你们 蓝颜色是不加猪肉的 红颜色加猪肉的 绿颜色没有猪肉没有咸 蟹黄 蟹膏 蟹粉 还有一个金莎超好吃 因为是蟹黄跟蟹肉相组合的 蟹黄把它拧碎 吃上去像流沙包一样 一口咬下去 沙沙地流出来 好久没有被叫过弟弟了 就听姐姐安排了 作为一个北方人 我是很少吃汤包的 但是现在看着旁边师傅 灵巧的双手 和一只只玲珑的小笼包 我已经可以想象 蟹黄的咸鲜 蟹膏的浓郁 蟹肉的清甜 只等着热腾腾的蒸汽一起 鲜美和风鱼 就在滚烫中融合 可是面对这样的美味 却有人不是先拿起筷子 而是拿起尺子 你看后面那种 他手里拿着尺子呢 不好意思 请问您您在做什么 我在浓郁的浓郁 浓郁的浓郁 浓郁的浓郁 我浓郁的浓郁的浓郁 用他独创的小笼包工事 汁的重量加馅的重量 除以皮的厚度 来给小笼包打分 这篇小笼测评一经问世 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如果我没记错 他可是被称为 最懂小笼包的外国人 当时你做所有的时候 还没有来过这家店 我那个浓郁的都是鲜肉的 这家是鲜肉的 我没有浓郁过 尝遍上海小笼包的Chris 当年因为执着于 鲜肉小笼的测评 错过了吴有仙 现在赵家楼古镇 面临整体改造 吴有仙也将在不久后 暂时闭店 所以Chris今天特地赶来 给自己的汤包地图 补上这缺失的一角 他们的皮很薄 1.3 1.2 就算比较薄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 装饰是很漂亮的 上面都有那个 普通的那个颜色 把这个葱 颠漏出来 我当时第一次见 like rabbit ears Chris完成了测量 我的汤包也终于来了 第一槽是入味了 灌在里面 第二槽就不会烫 千万别从这里咬 会呛 我觉得您都会味到我嘴里了 鲜 是舌头与汤汁贴合的瞬间 蟹味在口腔中的鲜声夺人 它都有点爆汁的那种 一口下去 超纸 严格意义上说 吴有仙做的是小龙汤包 皮薄 卤大 汤汁饱满 一口咬破 滚热的汁水 混着一点点的醋 蟹与肉 汤与皮 端的是鲜甜细腻 唇齿留香 我的汤包 当艺术品在做的 所以我永远是仅此一家 也难怪为这一口 这么多人不惜远道而来 我好多人来了 真正 我是从台湾来的 一千八百公里的日本 我赶过来 全部都真材实 这个汤包的味道确实是 汤包中的爱马仕 这一天下着大雪 科罗门都排了三个小时 他排到后面的时候 我说弟弟没有了 他就住在这里 第二天一早 第一个进来 他每次来跟我说 一个桌子让我一个人 因为他要去吃一笼汤包 五碗小混蛋 他说你到天涯我到天涯 你到海角我到海角 有些都是日本的 当年我是国家派到日本的 在大阪 我没想到 陈丽娜的汤包店 竟然最早是从日本起家的 我最早我是出生在瑞布朗 这是我的师傅 我十九岁就跟着她了 2005年 陈丽娜跟着师傅公派日本 汤包手艺越来越成熟的她 很快成了日本南乡馒头店的 技术指导 日本人就是排在床内 他们把我的汤包画在脸上 画在身上 那个举在手上 真的真的 好感动好感动的 但是在日本越来越成功的陈丽娜 却想让自己的小龙汤包 能够回到家乡 哪怕因此 她要放弃在日本的一切 我就想回过来 我为自己的家人们 吃到小龙包 2009年 陈丽娜带着克林顿和卡梅隆 都尝过的汤包 回归故里 也带回了精益求精的匠心 到那个古镇的时候 我是第一家 开了14年 还是这么简陋 这么简单 我就是慢慢地研究 不停地提升 我的皮质比别加人家薄 对 对 我的小龙的汤水比别加得多 所以我叫小汤包 不是叫小龙包 包括这些所有的菜单 全是我一个人研发的 从日本到赵家楼 陈丽娜把小小的一个蟹粉汤包 琢磨出了26个品种 但不管内容如何变化 包子的标准始终如意 我们的汤包的皮质大概在8.5克到8.8克的样子 每个线性在34克 上下不超过一克 每个汤包的折要28到30克 汤包真的越来越受欢迎了 陈丽娜反而急哭了 于是陈丽娜又改良了菜单 连能不能打包都有了专门的标准 虽然因为古镇的改造 吴有仙也不得不随之歇业 但陈丽娜对未来却并没有焦虑 这个是我的徒弟 他也是19岁开始站在这个岗位上了 我在洲际酒店任面积厨师好多年了 像上海的90%的汤包都是吃过的 直到来到吴有仙我师父这里 天父认知就忘不了 所以我放弃我手下的工作 还有我自己也开的店 我都全部停掉了 下定决心来到我师父这里 我一定要好好地把这个东西学好 传承下去 我已经对这里已经有感情了 所以下回赵佳洛古镇 我还是第一家 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店 一日之际在于晨 接下来做什么也要好好规划一下 不知道美食家Chris今天出了汤包 还有什么新奇的计划吗 有 我们先出一个面馆吧 我们一起出那个骂人面 骂人面 对 为什么叫骂人面 因为老板天天骂人 老板天天骂人还有人去吗 我们去看一看 离开古镇 Chris带我来到了老西门 我上次有一个新的项目 我的研究方向是关于面条 这家就是你说的骂人面吗 对 衣柜和 你好 你好 来看我们的洋春面 怎么卖 11块一斤 没有 11块一斤的生面 这可算是轻奢面条了 走进店里一看 巧了 这里和乌有仙一样 也是独自一家 一碗洋春高悬在上 什么是招牌 不言而喻 招牌面啊 洋春面不错 一把细面半碗高汤 午前猪油 少许轻松 在食物的江湖里 洋春面好似折扇书生 外表温弱 却可能深藏不漏 让我意外的是 一个美国人 竟然也懂面里春秋 一个面条计划 要去品尝多少家面店 不是多少家 是多少人 比如说上海 江苏 山东 原来Chris认为 洋春面代表了上海 看看这里的环境 就明白他为什么 要来这家店了 按照老城区的面馆 刻意地把它复刻了 老虎罩 以前是泡水用的 二楼等于想想 还应该顾嘎了 扛了球 玩过吗 小学手玩过 包括这张桌面 也是老师的 老师的 翻桌的 这位掌柜分明很热情吗 何来骂人面一说呢 我是这里的 就是那个掌柜 我们的老板脾气比较大 这家店开了二十多年了 以前没有店铺 我们都是在沿街摆桌子 一放要放十几张 有时候可能都上来 嗡上来 急着烧 所以他的脾气性格 有时候就是有点那个 不是说不好 就抱起 打比方 你再看手机 他就要骂了 男人给我快点去 干好民众说都男人干没了 快点去 快点去 看来不认真吃面才会被骂 那我们可得仔细品尝 谢谢 我就喜欢吃这种特别筋道的面 这是非常筋道的 正吃着 老板未见其人 千文其声 这个面拌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拌面上来就有拌 对对对 但是你拌了你也放心 我这个面是不会胀掉的 对客人吃面 一万个不放心的老板 开口就足以让 一众徒行倍感压力 我只有这个四个教头 但是有前提的 我愿意烧 中午才开始销售 如果我不愿意烧 你上面可以看见 今天暂停营业了 面馆面馆 就是做面为主的 如果面都做不好 你还吃什么洋葱面的 对不对 我里面所有配方 都是几十年的师傅 做下来的手艺 准备开饭店吗 不开 为什么不开 开第二家 产品质量掌控就不了 不过所有的技术 都只是手段 一碗洋葱面 要做出名堂 靠的还是对老味道的追求 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的 我今年也将近五十了 家里有一点因素 但是我的爱好 占到百分之九十 因为我也喜欢吃 我是本地人上海人 我从小吃这一口东西的 我对它是有感觉的 我认为 我这个面是最适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是老上海的味道 比较像我小时候的味道 小龙汤包 阳春面 最简单的食物 往往寄托了最深的情感 吃了两家老上海的小店 我有点好奇身边的Chris 他怎么这么了解上海呢 除了品尝各种美食 还有哪些地方你是最喜欢的呢 在我的家附近 那个五原路 乌鲁木齐路 今天天气不错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三三步 好的 好 以复兴西路为起点 方圆两三公里 就是Chris日常的 十五分钟生活圈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 大概十八年了 搬了三四家 都在这里附近 一定非常喜欢这里 对 我的记忆 我的书信都在这 在这里有很多的 那个艺术建筑 这栋楼很典型的 它是非常原本的 这个栋楼很高 1930年 40年代 石层楼也很高 所以看起来很漂亮 威乐公寓 麦齐公寓 步行不过几分钟 老上海四大公寓 就看到了两座 说实话 喜欢Art Deco建筑 是我在这个街区 听过最多的一句话 但是Chris的原因与众不同 颜色 风格 非常相似 在米亚米 因为我是米亚米的 米亚米也是Art Deco城市 想不到 我眼中的法式风情梧桐区 Chris感受到的 却是家乡 迈阿密的海风 实际上的那个最大的 两个Art Deco的城市 是米亚米和上海 真的 第一次知道 十八年的居住 Chris早把他乡做故乡了 刷羊肉 里面有那个镇板 以前是在外面 如果你们来到夜里 你们看到外面 外面 全是全羊 前面有一家店 叫优优狗爱 大概零八年 零周年 这是第一个人 售费的淡河 这些人 她很聪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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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看到她的店 她有很多东西 她很难找到 她的外国烹饭 所以这就是 超级市场 这是五元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路 在市中心里 是很难找到 一个安安静静的一条路 时间改变了城市很多 Chris看着餐厅 代替了五金店 咖啡厅代替了小发廊 但他依旧热爱这里 并不断寻找 挖掘着 深埋在 陆堂深处的都市传说 人生百态 这么小的路你也认识啊 这个地段的 那个大路小路都走过 前面有一栋楼 叫水晶宫 水晶宫 这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名字 起源于一九四零年代 当时 这座房子用了大量 水晶玻璃做装饰 光线反射下 给人水晶宫殿般的观感 只是如今 早已物是人非 一天 我来到这门 那时候 是一位老板 还在这里 他说 好 来 来 他展示了我 房间 古墨银 前面 是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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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彭于晶的妈妈的餐厅 现在不在 有很多次看到很多年轻人 粉丝 等着他 他从来没有美女 没有在这儿出现过 生活了这么久 Chris也经历了自己的悲欢离合 我发布上海小龙包索银的时候 我住在这里 发布的当天 也是我的前妻离开上海的 所以是太开心 和太难过的一个一天 同一天 同一天 但收获更多的 还是朋友 Toto Hi Chris How are you Hi Toto Nice to meet you Toto的店里 现在还张贴着Chris的测评文章 这是第一次有人写他的故事 这是19年 19年 他以前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垮公司 CEO 然后他50岁的时候 辞职了 开这家店 他的三名字 是上海最好的 意大利的三名字 那我第一次来 他有点害怕 慢慢变成一个好朋友 18年的生活圈 最中心的 当然是Chris自己的家 这里是我的家 良友公寓 我最喜欢的一个家 五好文明家庭 一进门 玄关就是一张硕大的 老上海饭馆招牌菜单 第一时间告诉你 主人对上海美食的热爱 你准备开店用的吗 没有 这是我做 那个小拢包索引的时候拍的 因为它的颜色 上海的很传统的 那个家常菜 这是我的家 所以我家的菜 都是家常菜 那就先去看看 家常菜的诞生地 厨房吧 这么多把菜刀 都有不同的用途吗 对 这是我第一把刀 我买的时候是这么宽 已经用到这么窄了 打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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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二十多年了 还有很多中国的菜刀 当然了 你做中餐时候用中国菜刀 然后做西餐时候用你 平常用的这些刀吗 按照我的心情 从厨具看 Chris可算是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这是我们中国用的传统的铁锅 你也会用它来炒菜吗 会用 都有故事 这是那个上海的 有一个铁匠 他叫那个陶师傅 以前在虹口 九爪最路那边 在那个马路边做锅 在马路边做锅啊 你是偶然碰到 那个做锅的师傅吗 不是 我是特别寻找它 这口锅的故事 要从2006年 Chris想要寻找铁锅匠说起 这是一个长话 我对锅很感兴趣 我特别特别 要找一个铁匠 做手工的 我觉得这样的锅有心 有匠心 但是谁能想到 这一找竟然找了十年 多方打听下 他才在周家嘴路 找到了上海 最后一位铁锅匠 我每条街 每条街 我听他打过的声音 对 2016年 Chris就是顺着这个声音 找到了陶师傅 他靠这个锅 那个扬杂户口啊 如果下雨的话 他不能做锅 就是不稳定的一个 那个一份工作 但他的锅做得真的很好 对 他的锅是非常好的 我碰到他的时候 是16年 他18年 已经不做了 他的身体不好 所以他放弃了 十年的寻找 记录下的 却是含泪放弃的结局 陶师傅的故事 让我唏嘘 也让当年的Chris触动 他开始更加关注 美食背后人的故事 这个状况很有意思啊 前面那个大师傅 怎么这么有表演欲望 他在跳舞 是你要求他摆这个姿势的 这完全自然 正在进行的面条计划 本质上也是在寻找人 为什么面条是 左面条的人的那个背后 就是面条的故事 那个面条是不变 人是变的 There was a milkman from Beijing very tall but his eyes needed surgery his family was very poor they can only afford one eye 两只眼睛只能做 一个眼睛的手术 he can't do the milkman job anymore so he wants to learn how to do la mien but he can't tell the thickness or the thinness 但他依然在那里学 每一碗面的背后 都有一个人的故事 那找故事的人自己呢 当初你是如何决定来上海的 我在迈迈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迈迈迈是挺无聊的 所以我搬到香港去了 I couldn't get the job in Hong Kong so I went to Thailand On a plane in Thailand I met this chef in the Shangri-La Hotel Shangri-La的总厨 He said Son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No no sir He said Son you go to China So he introduced me to a chef at the Pudong Shangri-La 2005年 24岁的Chris 作为一名厨师来到了上海 但是纯粹的厨房工作是枯燥的 尤其当你身处异国他乡 窗外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写作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 更给了Chris一个不同的视角 了解中国 爱上中国 除了东北和西藏 我认为我都在每个地方 当我来到我都在24岁 现在我都在42岁 整个小生命都在中国 甚至找到了自己和中国 来自基因里的奇妙缘分 所以你是在你的家族里面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人 No I'm the fifth generation 你是第五代 2006年 My family came to China to visit me And my mom said Let's go to Beijing And see your grandfather's church What I said Why does grandpa have a church in Beijing My mom She started to E 2 3 4 My mom started counting in Chinese You不知道她会说英文 No I don't know 20多年的美国人生 突然发现妈妈会简单的中文 Chris的震惊可以想象 但更戏剧性的是 他的家族和中国 早在150年前就开始的缘分 1867年来到北京 清朝时候就来北京了 我的爷爷在北京出生了 他的爸爸也在北京出生了 他的爸爸 他在北京 就是传教师 你知道吗 如果趕着我们的ch투间劾 我们要跟随着伯格的 我们要跟随着爷爷的出生弟 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上户口的话 你的机关是 เพ象 不是运哈密 I don't know My mom can count to ten in Chinese Because when she's very little her dad taught her So after 60 years 她还记得 她还记得 我话还好 是像一个电影 这时我才明白 Chris所说的爷爷 其实是中文的外公 但这一点文化差异 丝毫不影响这个故事的传奇程度 宗文门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那是狠狠的 既然祖辈两代都出生在北京 那Chris有没有想过去北京生活呢 我爱北京 但是我妈妈相亚人 我的记忆 我的成功 我的成功 我的朋友 我的生活 这里 我们今天渡过这地方 这个城市是充满的故事 之前我真的不喜欢改变 真的吗? 当我来到上海 我学习怎么喜欢改变 改变我们对今天生活 在上海 如果你喜欢一个餐厅 你必须去今天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那你觉得你要在上海再生活多少年 谁能想到呢 2005年的某一天 陈丽娜远赴日本 Chris来到上海 两个踏上陌生土地的人 都曾经感到茫然 但18年过去 绿波郎的小学徒 有了远渡重洋而来的粉丝 土生铺场的美国小伙 去写了祖上和中国 一个半世纪的缘分 今天因美食而相遇的他们 已经都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 都在上海扎小了根海 我相信其实有一天 Chris不得不离开上海 上海也永远能够带给他家的味道 好 我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了 你的下一站会在哪